另一头看到的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他将要启动环岛的竞选行程 一共有四天三夜 在12月21号到24号 他将从东部出发 第一站是选在宜兰 当天就要直奔屏东 而到了第二天则从高雄开始北上 第三天则是来到台中 在最后一天才回到双北地区 而且还安排了民众排泄活动 要全力超热选情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最近一次出席竞选活动 是在周日高雄复选 周一到周三以公务和专访为主 而接下来要密集启动陆战行程 巡回环岛各县市 那么主题定为唱土地的歌 拼我们的希望 叛咱的希望 那就由唱歌跟拼图 来集合众人的意志 赖清德四天三夜的竞选行程 将从东部出发 12月21号第一阵就在宜兰 顺着花东直奔屏东 第二天从高雄开始北上 回到本命区台南和嘉义县市 第三天继续抢攻中部 最后一天沿着陶竹苗 最终回到双北 时间紧凑堪称铁人行程 北部的选情相对的话 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隐忧 那我们如何在台北市 能创造一个更有热度 更有温度的一个选举 然后呢拉台所有的小机 所以最后那一站 大家都蛮期待的 环岛造势党中央安排了牌子 合唱竞选歌等活动 目标要炒热全台选情 而就在同时日媒产经新闻投满报道 中国介入台湾大选的情况 提到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亲自主持的借选工作会议 参与的机关涵盖中宣部 国安部 国台办 国防部等 包含由中宣部 透过旗下网信办 福州311基地等 主攻认知操作 以及补贴台商机票优惠 有垃圾层 影响选举等手段 意味着台湾大选的最后阶段 中共将加大力道 介入选举 现在两岸之间 任何的交流活动 都会被民进党当局 及某些势力 扣上所谓戒选的帽子 这是极不正常的 这是民进党 骗取选票的 惯用伎俩 外媒高度关注 国台办却敌死不认 据赖清德 则是将以环岛的方式 要跑遍每个县市 展现挺台湾的决心 记得台北综合报导